属于典型的撞击之后的脑震荡 头晕耳鸣 暂时性失聪 都是有可能的并发症 医生 您刚才是 说我会失聪吗 沈大夫 那他这个病 严重不严重 别急 别急 我开的这些药 你们先拿回去 平时多注意点饮食 清淡 然后呢 多注意休息 别太劳累了 那多久才能好啊 快的话 一周 慢了几个月左右 哎 小雪 这个为什么 让你爸看一下 您不会告诉我爸了吧 你现在听得见吗 我说话 我说话你听得见吗 现在 有的时候可以听见 有的时候就听不见 徐亦来 你说说你 这么大的事 你既然不跟我和你爸说 要不是语云脑震荡了 我们都被你们带鼓励了 我这不是也怕你们担心吗 胡闹 这万幸是个脑震荡啊 这要再严重一点 你瞒着我们耽误了怎么办 你以为这是儿戏吗 你说说你啊 从小到大 你闯了多少活 哪次不是语云给你擦屁股 她能给你擦一辈子吗 我知道错了 叔叔 阿姨 你们也别怪徐云了 都怪歹徒穷凶极恶 再加上我自己 属于防范 你呀 就会替她说话 我不说她 她什么时候才能找到 徐医生 有病的法 来了 你们俩先回去吧 路上小心点 嗯 我先回去吧 我先回去吧 又被骂了吧 你现在好点了吗感觉 耳朵听不见了 我正好说听见了 什么 你正好听得见了 她不是在逗你的吗 她就这样 有的时候听得见 有的时候听得见 我们俩先回去了 你到时候出国的时候 告诉我们俩一个 我们俩送送她 嗯 走了 听得见了 要听得见了 到底听不听见 我帮你倒点水吧 徐远 我只是耳鸣 不是真拢的 不用那么大声 嗯 等你喝点水吗 我不喝 你不用管我 去忙好了 那我帮你弄点别的 哎 干吗 我只是听到 你说你要照顾我 我很开心 那你笑什么 是觉得我照顾不好你吗 我相信你 会照顾好我 这也差不多 好 我去做饭 嗯 哦 幸好见 你 幸好见 你 好 好 我希望你分享一下 当然 真的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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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我知道了 外行 原来真的是你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这边喝咖啡 对 这个东西上次忘记给你了 我还以为丢了呢 谢谢 许元 那天你没伤到吧 那天啊 我没事 本来想请你吃顿饭来着 也没时间 那林语安 他在家 让我帮你叫他吗 不用 你帮我给他说一下 联合演出的事情 我很在乎 希望他不要像今天 这样的状态 联合演出 嗯 医生说他有轻微脑震荡 听力出现了问题 听力出问题 嗯 嗯 我先走了 方也行啊 嗯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想要跟我说 没事 好 那我先走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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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语安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 你可以不尊重我 但你要尊重这家钱 听说 林语安 听说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说好了 今天我给你做早餐 如果要我帮忙 随时叫我 你放心 我是不会叫你的 你就期待我的完美早餐吧 我今天一定会做出最完美早餐的 要令你大吃一惊 好夸我贤惠 聪明温柔可爱善良 喂 喂 林语安 林语安 怎么了 你怎么搞的 怎么搞的 哎 我建议啊 以后厨房 你少听 为什么 除了卖相不好之外 也没什么问题 不然我们会在这儿吃十足人 我也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考虑吧 好啊 以后你做 我不做就行了吧 好啊 我给你做一辈子的饭 林语安 我还是想给你做饭 为什么 因为我也想给你做一辈子的饭 旭言 我真的想告诉你 现在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哪怕我永远都听不见 你看这个熊好可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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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熊好可爱吗 喂 你 这个熊是在哪里买的 前面路口右管就到了 打你都没见的 你这儿也在干什么 你不是说这个玩偶好看的吗 怎么了呀 你是不是生气了 我没生气 你为什么生气啊 我说了我没生气 你就是生气了 我为什么生气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今天什么节日啊 今天什么节日啊 陆绍宇 陆绍宇你活该单身 我 我活该 我怎么活该单身了我 别走啊 等等我 所以 痊愈之前 都不能再谈情了 主要 现在谈情没什么意义 而且 过高的音率 会影响我耳鸣的恢复 丁元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 我违背家里的意愿 坚持音乐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怎么可能因为我吧 耳朵不好 自信平素啊 不过 这次你说对了 三年前我输过 就算输 我也只输给你 所以快点耗起来 不耽误 走了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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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来 来 来 为什么会有直男这种生日 哎 为什么我要跟直男谈恋爱啊 太难了 太难了 我昨天出去跟他约会 你知道我看到一个女孩 抱了一个蓝偶 我就说 哇 这个好可爱啊 他就一把就抓住这个女孩 就这样啊 就这样 这么过分 对啊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这肯定要生气 更生气的还不是这个 更生气的是 他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错在哪儿了 他一直问我 你为什么生气啊 你怎么生气了 你为什么生气了 越问我越急 我真的觉得他就是个钢铁直男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脑袋里面在想什么 非常地陆绍运 你跟林远安怎么了呀 别提了 我根本不知道 我们俩现在到底什么关系 什么 你不知道 什么意思啊 这林远安 明雅人都能看出来 他是喜欢你的 不然他怎么可能为了你 都会打成脑震荡呢 他从小就保护我 可能习惯了吧 什么习惯呀 你们这明明就是恋人 你们牵过手吗 有啊 那拥抱呢 那接吻呢 你们都已经结婚了 你还愁什么呀 可是他没跟我说过喜欢我 也没跟我表个白 那你有没有暗示他 暗示了 林远是个笨蛋 像个木头一样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 他们都不知道呢 许然 我敢确定 林远安是喜欢你的 你一定要暗示他 给你告白 谁啊 林远安 徐远安 今天我和你爸要在医院加班 会晚点回来 知道了 知道了 不好意思 没打招呼就来了 我先去的你家 发现你不在 我就觉得你可能在徐远家 哦 没事 你听力恢复得怎么样了 还没呢 来 这段小事你就别操心了 没事 我说你听力 这儿 恢复得怎么样了 时好时坏 好的 好的 我们先来 等我情况稳定了 就回去 老许 我最近总觉得我们家徐燃和语安 总是怪怪的 哪里怪 说不上来 今天怎么了 吃个饭打败得这么利索 怎么不吃啊 干嘛呢 等你呢 吃 吃 给你吃饭 你说他们两个人 是不是有什么善蛮子在吗 你该不会是觉得他们两个 哎呀 这不可能 不要胡思乱想 我们上司演出很成功 我 我还想着 什么时候能跟你在 我给你倒杯水吧 你抱一下 我们家水没了 我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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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用那么大声啊 反正再大声才也听不见的 你有什么就跟我说吧 我帮你翻译 嘿嘿 让你见识一下我们的默契 我 是这样的 他耳朵的问题呢 我可以去联系国外的专家 反正这些都可以解决的 什么 不需要 医生说 过点时间自己就好了 理解的对 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最好了 许让 你每天这么照顾他 挺辛苦的吧 辛苦不辛苦 也不需要你一个外语的关系 什么 什么 好 不辛苦 应该的 其实我挺羡慕你们的 从小一起长大 现在关系还能这么好 没事 没事 蚊子 蚊子 嗯 啊 这是我们夏天养的 蚊子宝宝 算了一下时间 现在差不多是时候了 现在 这 这冬天的蚊子 还挺奇怪的啊 他就是喜欢养这些 奇怪的东西 对对对 对对 他是一个特别有责任心的人 是啊 我第一次跟他演出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第一次跟他演出 他 没告诉你吗 啊 你千万别误会啊 你千万别误会啊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 都重要的事 那个 时间不早了 我就先走了 林雨安 时间不早了 我先走 那我们就跟我啊 好 我帮你帮忙 是啊 我可以加你个微信吗 好啊 好吧 好 那 辛苦你帮我照顾好他 走了 哎呦 烦死了 你们这个笨蛋 你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走啊 你怎么了 我又怎么你了 你怎么了 讲话这么大声 看来这会儿耳朵又听不见了 你第一次跟林果儿 同台什么时候吗 什么 你 第一次跟林果儿 同台 是什么时候 大一 这么早啊 怎么了 你呢 那你们同台过几次啊 你和林果儿 同台过几次啊 正式比赛 两次 那非正式呢 那记不太轻了 彩排加上其他的 记不清了 怎么了 我烦死了 记不清了 正式两次 非正式的记不清楚 排练记不清楚 每天都在一起 还当务他的家教 正式告白过 烦死了 怎么这么烦啊 徐远 你吃醋了 我怎么可能吃醋嘛 阿姨 你别拉我 徐远 你别问 你是不是吃醋了 你吃醋了 你那么大声那是什么 是你听不见 你再也不是我听不见 你还行行行 笨蛋 他这是真的吃醋了 你都知道咱们在一起了 还加大微信干嘛 那是一个学校的 加个微信怎么了 她让我看起来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还是那句话 别碰许 你倒是一片痴心啊 难道你不是吗 谢谢观看